好,我们今天简单来玩一下保加利亚红线 本次想看我玩这个巴尔干 然后收复一具领土再挑战莫斯科霸权 关于保加利亚的国策,我玩的不多,也不是很了解 不过我发现这个保加利亚开局自带的debuff有点多 我们最好还是最快把它削一下 考虑到我们走红线得拉这个支持率 所以我们还是最快速度先把这个内阁点出来 科技还是老三样 然后再点几个军工 这个生产线都不用我们分配 直接买一个钢就行了 前期再整一个情报机构 主要是为了弄双间谍 然后去把其他国家吹红 之前试了一下 这个谴责马其顿还是非常麻烦的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部队给他训练一下 混点陆军经验 保加利亚最折磨的就是这个派系管理 总有一派想搞事情 我们如果玩这个红线的话 最好还是把我们自己支持的这一派给他拉到最高 但是我发现这个红线好像可以走这个 联合阵线啊 我们也可以把其他人给拉拢过来 所以我们不一定非要解散这个环节集团啊 其实我们可以拉拢一下这个环节集团的 但是从这个效果也能看出来啊 并不是谁都可以拉的 这个国设我们是拉不了的 所以国设我们到时候还是得打压一下 因为我们这局间谍就是用来把邻居给吹红的 所以前期随便点几个 最快速度把两个间谍点出来 后面这个工厂够了可以点一下心理战 这个比较重要 一般我们主要点的也就是拿情报啊 如果大家想偷工业也可以 我比较难 前期正值点先存着 不要乱用 主要就是为了先上这个内阁 把我们支持率给拉上去 正值点攒够之后立刻安排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先谴责一下这个马其顿革命组织啊 这个是必须要点的 如果我们不点这个的话 我们待会儿这个军备重整大概率没办法通过啊 所以这个是必点的 马其顿这个点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立刻去重整军备了 如果着急的话 可以先点这个联合 这样的话拿一些支持率 可以早点把下面国色点 但是我不着急啊 我比较急这个军备 这边多的点数 可以先在这边宣传一下 毕竟这个debuff需要我们销三次才能销完 忘了说了 我们这个部队训练到五点经验就不用再训练了 主要是为了做一步师的 但是我突然想起来啊 我们现在这个军备受限导致好像做不了新的部队啊 这边工人罢工 又给我们加5%的支持率啊 选下面这个会让我们的工厂损坏 我不知道亏不亏 反正我先选上面这个吧 点数到手之后 先找这个英国阐述一下和平政策 好像我们处于战时的时候也是可以直接撕的 不过这个得打内战啊 还是亏的 间谍没事做 我们去渗透一下罗马尼亚吧 吹翻沙皇之后 立刻点一下这个宪法 把这个宪法废了之后 我们点这个决议能省不少政治点出来 这边可以先让这个社民合法化 这边再点一次这个协商 我们就能完成军备重整了 如果担心自己不成功 可以先存个档 防止出现意外 一般出现这个事件就代表我们已经成功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部队了 先做一个衣布师出来 把我们装备全部腾出来 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轻缴这个IMRO激进成员啊 他需要我们仓储中有巨量的装备 我们直接把原来的部队转成这个衣布师 然后往边境一站 待会再造一点 因为他下一个任务也是需要我们有大量部队的 狗测点完就可以赶紧点下面这个转阵体了 毕竟这个能给我们加不少稳定度 刚拿到手的点数 我们可以先上一个陆军大师 混点经验 这边是好不容易攒够了这个装备啊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做点部队 然后完成下一个任务 等我们颜色变红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到处吹红了 具体怎么吹 需要我们一个间谍做这个情报网 另一个间谍点这个加强意识形态 提交一下 情报网比较高的话 我们这个拉的才比较快 到现在我们还是差一点战争之尺度 开这个战时经济 这个也没办法 我们可以先去点一下与环节集团合作 拿5% 待会应该会报一个事件给我们加这个支持度的 不行的话我们就再点下面这个 也是能加5%的 现在这么多争执点在手上也用不出去 我们先点一个诡决的绅士 多拿一个特攻 我们这个吹红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罗马尼亚真的吹成红色 我们到时候实在不仅也可以打他 只要把他这个蓝色吹到不超过30% 他就没办法进这个同盟国了 所以就算他不肯变成红色 我们也无所谓 这边应该是这个日本开始干坏事了 所以把这个热度炒起来了 我们正好到50% 但是我现在没争执点了 那这边就先拿一个特攻吧 我觉得特攻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局刷到的特攻不是很理想啊 没有我们需要的那种宣传型的特攻 这个环节派我们先不管啊 待会可能要和他联合的 然后这个国社他就来的很不及时啊 本来他早点来 我们还能拉一下战争支持度 现在来的话就有点小亏了 不过也无所谓 我们待会再镇压 我们先把这个支持度摊到手 我们在这个边境随便放连一步式 就能消灭这个残党了 这个点完的话 我们这个debuff也消掉了 就只剩下这个第二次国难了 这个罗马尼亚在我们不懈努力之下 这个红色长得应该是非常的快啊 希望他能认真听懂我们的教会 好像是我想多了 这个罗马尼亚突然变成卡罗尔二世了 结果内部又重新洗牌了 我们刚刚吹了半天白吹了 这边也算是和这个南斯拉夫成功签署了条约啊 接下来我们就能最快速度往这个 巴尔干狂奔了 在此之前先点一个巴尔干联邦计划 然后派系管理这边 我们还是先扶持一下这个环节派吧 搞了半天我才发现这个祖国阵线成立的要求还挺多的 需要我们和一个主要国家交战 并且他不属于共产 或者我们不属于共产 那看来这个得等我们打轴心国才能点了 先不管他了 我们还是最快速度把这个巴尔干搞出来吧 这边决议先动摇一下这个南斯拉夫的稳定 这边先上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给我们加点科研速度 决议的话继续拉这些忠诚度啊 或者贬损一下这个国社 这个农民联盟有点不像话了 居然扣我们这么多啊 搞得我这个支持度都不够了 先点一个宣传吧 再拉回来一点 目前工厂比较多 先把我们的中防空造起来吧 存的经验值也够了 考虑到后面要和这个德军正面硬钢 我们还是用厚一点的装甲 6块钱就可以了 这个农民联盟好像总是报一些不好的事件 看样子他不准备和我们合作了 那我们只能镇压了 这边巴尔干点完之后立刻点勾销救援 最快速度点到巴尔干的统一样 我们目的就是吃这个南斯拉夫 其他国家我都不指望 因为等他们变这个红色 还不知道等到什么年代呢 大家如果有耐心的话 也可以在这边硬等 反正就是这几个一起点了 我感觉比较麻烦 这个阿尔巴尼亚我们先不着急 我们待会打这个意大利的时候会一块打了 所以主要还是先整这个希腊和罗马尼亚 这个土耳其的话 我觉得他不算巴尔干了 我们到时候跟他把地要回来就行了 所以也不着急 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么着急点这些国策的话 我们开局在这边吹了半天也白吹了 可以看到这个罗马尼亚还是非常轴的 他都已经56%了都不变红 先不找他了 我们这个间谍都被他逮捕了 不知道多少次了 接下来就是吹一下希腊和土耳其了 这边农民联盟巨部和我们合作 我们只能把他给摧毁了 接下来就是摧毁这个国社 他一直在这边做坏事啊 我有的时候都在想是不是非要我策划政变 他才会变成红色 他不变红的话我也没办法拉他进阵营啊 到了这个38年底 差不多接下来就能暴打这个希腊了 英国应该是没办法保毒的 好这边南斯拉夫同意了 那我们就直接把南斯拉夫吃掉了 这边部队也全部归我们了 接下来先不着急 先把这边能拿的军功能点的国策都点一点 先把这个人力改一下 我们现在点这个收复核心领土还得等105天啊 不着急 这个英国应该是不会来管的 之前造的这个一步时 我们先给他转成五步 然后去填一下这个罗马尼亚的线 然后南斯拉夫的部队全部调过来 看了一下南斯拉夫这个编制还挺不错的 我们直接给他加一个中防空就行了 变成我们的这个主力师 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这个后勤就是炮比较缺啊 我们得多变一些主力来 不然打不动这个希腊 全给我转一下 这样子的话缺500多的炮 这个反坦克炮目前不需要 给他拆了 然后就是中防空比较缺了 优先铲这个中防空和这个火炮 这局学说我还是决定走这个决战计划 毕竟考虑到待会要打这个德国 我们可能第一波挡不住 要先蹲他一会儿 突然觉得这个罗马尼亚比希腊更好打一点 毕竟他这边都是平原啊 我们只要过了河就行了 那我们第一波还是先冲这个罗马尼亚吧 英国到现在都没有保读希腊 看来是默许我们进攻了 这边直接宣战吧 也可能是这个时间点 英国根本就没有这个设定去保读啊 我们的主攻方向还是这个罗马尼亚 我觉得他这边的地比较好打 我们在这边再额外画一条假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惹事 那我们就不管了 最快速度拿下罗马尼亚 然后转头去打一下希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能很多人会好奇 为什么这个英国不拉这些国家 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这个民主主义 英国只会拉超过30%支持率的 他这个支持率已经被压完了 所以不存在 希腊的主力是全部被我们在外面包掉了 所以现在只要把这几个地踩了就结束了 这边依然是全赤 因为都是我们的核心 肯定要全部拿在手上的 接下来就是去消灭一下这个土耳其 不过这个土耳其已经被德国和英国保障了 我们还不好消灭 他把这个英土协议和德土友好条约都点 我们现在要打的话就非常麻烦 所以土耳其想打的话 越早越好 一有决意就直接点 我们现在可以尝试点一下 这个要求土耳其割地 看看他给不给 这边土耳其还是拒绝割让了 我们获得一个吞并的战争目标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我们接下来就是先攒点部队 然后再把这个意大利给他灭了 目前我们这个部队数量打轴心国的话 肯定是不够的 而且待会儿这个匈牙利肯定会加入轴心国 到时候我们这个防线就非常的长了 必须得先攒一会儿部队 视频到这 推本少年梦月读的历史爽文小说 1904开局一辆基地车 正所谓穿轻壁造反 我们这本书的社畜主角林友德 就穿越到了1904年的清朝 降落的地点还是被沙俄占领的东北 虽然穿越到了吃人的黑暗年代 但好在林友德获得如红锦游戏中 基地车一般的金手指 靠着通过消耗的尿 就能在基地车内生产出各种强大 且跨时代的武器装备 甚至可以招募训练有素的士兵为自己作战 刚好1904年最著名的战争就是日俄之战 号称第零次世界大战 百万大军之间的对垒 于是林友德趁两国家忙着准备开战的时候 暗中发展 建立义勇军 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作战方法 打击了沙俄的势力 然后逐步向外扩张 壮大自己的地盘 等日俄两国打完仗才发现 自家后方已冒出一支强大的军队 甚至已经开始筹划推翻清政府了 等到全世界意识到不对劲时 林友德已经暴躁完惹 开始向欧洲进军了 如果这一本看的还不够满足 那《少年梦阅读》 还有其他更多魔幻历史小说 《非人奇幻》 《二次元宗漫》等多种题材 可供选择来看